第二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莉TV的觀眾朋友 我是這個火樓一哥是一位 我是蔡旁仲興林 聽說今天你要來幫我們心理測驗 其實我跟你說 在電影裡面 我們其實是奏會 對 我們只是插那張紙 就像小兒跟花貴 其實在電影裡也是奏會 就是過了那麼多年 他們其實有在一起 我們沒有在一起 只是我們還是有遇到一些 轟轟跟魚 對 我不會一家庭 去背一個選手手指 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打不下去了 我覺得說一定要有 讓小孩一個鑽石桌子 結果讓桌子桌子不見 對 火寮一哥跟許潔輝 都是摩羯做的 就是賭性很堅強 包括他信守承諾這個部分 也有答應拆盤要照顧一生一世 所以不管怎麼樣 他的拒絕也好 他節外生枝的部分也好 對火寮一哥來講 其實他都認為是對他真情的考驗 其實我覺得彩香在裡頭的 他其實是真的有跟一哥在一起的 包括其實我們也有報報一下事 可是我覺得對他也一樣 他其實就是覺得 我們老的就來做伴 我們其實沒有必要說 就是要有一張紙 幫我們兩個保在一起 沒有必要每天都睡在一起 我們就是一個老來伴 大家互相照顧 然後譬如說有開心的事情一起分享 難過的事情一起分享 然後其實我們很比友情 然後再多了一點點 其實真的有一些愛情的東西 可是你說到老人家真的那麼有行動力 或者是特別要運動力 我覺得他其實沒有覺得那個東西很需要 其實有時候就是一個回應 對 比方說 這樣就好了 對 其實老人家有時候是這種時刻對不對 對 就像譬如說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怎麼會人家這樣子打招 我譬如打電話說 你死了沒 其實那是一種 就是我們兩個很熟悉 然後其實是一種問候方法 我覺得其實只叫一個這樣的人 互相虛韓文 或者是說有時候我就 他媽媽 他媽媽 我就沿路一直叫他 然後他說 你又來做什麼 沒有啦 我就來看 你回去啦 沒有啦 我就剛才來 你回去啦 好 我回去他就回去 對 其實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這是屬於 他們兩個的情緒 對 是情緒 我都可以 我也都可以耶 你都可以 我都可以耶 不是喔 我是說跟也亞倫喔 是喔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看到 他真的真心的快樂 我不會給他壓力 他是這樣的人 對 他會成全 對 他就覺得喜歡的人幸福就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是 是 真肥不是特別為戲 真肥不是特別為戲 是拍戲 自然而然 都是來探班的人害的 對 你今天就怎麼自然而然的 也就胖了 本來 台南跟宜蘭的美食太多 本來 人家本來拍完戲 回歸到他的家庭 回歸到他自己原本的生活 體重就又控制下來 好好的 但是戲一開拍呢 就大家太熱情來探班了 對 探班呢大家就開始比說 你帶什麼東西去探班 你帶什麼飲料 你帶什麼吃的 所以呢 來了不吃又對不起人家 對 所以就這樣一直吃 所以體型就越來越像婆婆 對 是這樣子 完全不是她貪吃 或者你們不要誤會她 而且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多緊張 就是我已經要在拍戲了 我的工作人員那時候在吃早餐 我工作人員還跟我講說 心靈姐妳趕快吃 趕快吃早餐 因為午餐等一下就來了 就是 妳會覺得趕快吃 怎麼點心又來了 對 可是劇組其他人都沒有變胖 怎麼辦 我們只有你 妳講得很有道理 那些人是不負責任的 妳吃那麼多東西也沒有胖 請問妳吃到哪裡去 我也是對這些食物負責 妳為什麼要浪費國家良心 妳真的很好 對啊 對不對 我讓這些食物有發光發熱的地方 讓他們也在螢幕上被大家看見 對 所以妳有打算減肥嗎 因為接下來過年又來了 不能減肥 減肥會影響票房 不是 我之前拍完之後 有試著 有努力瘦了一點點 所以就盡量瘦到八十幾 那瘦到八十幾也是想說 過年要來了 可以有些扣打 不要太誇張 因為我記得我女兒有一次就是說 媽媽妳怎麼辦嘟嘟 然後就想餓寶 因為餓寶講話比較直接 然後兔寶就說 不會啦 媽媽哪好胖 不到一百公斤都不算胖 那我就想說 那我很多扣打 對 就這樣 是因為我其實 包括我 其實我接觸電影並沒有很多 包括譬如說 之前當男人戀愛的時候 我記得在拍的時候 我要跟男人說 導演我對電影有點不熟悉 然後你可能要幫幫我這樣 然後陳偉浩導演很開 就說沒關係我也不大手 我們去學戲嗎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 讓我真的 真的有一種在電影頭工作的感覺 然後這次真的都有 可是因為這次的狀況其實是 都是很熟悉的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狀況對我也沒有說 我在拍電影或是在拍電視 就是很在角色的頭障 很努力在角色 可是你說怎麼 有沒有可能真的跟電影 或是跟金馬獎 有些當然是非常非常希望 包括我小時候 只要聽到金馬獎的音樂 所以我就會熱淚一晃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那個應該對 但我覺得我們還在起步中 對 希望 而且其實我覺得喜劇跟這類的 其實好像跟那些藝術面 你有拿到金馬的那個電鍋嗎 我沒有拿 我有拿到電鍋 但我沒有拿到麻將 麻將是要得獎的人才能夠拿 對 我有拿到電鍋 你有拿到嗎 因為我是那一屆的評審 對 我會加油拿到麻將 我是有追過那個劉文正 就是會到那個唱片行 去跟他把他所有的歌 然後錄A面跟B面 好可愛 然後就一直聽 可是真正有實際追他去錄影的是鳳飛飛 因為鳳飛飛他錄一道彩虹的時候 吸引我的東西太多了 包含能夠看到許不了跟林峰的那個短劇的演出這樣 然後那時候在豪華酒店 現在已經拆掉了 他有一個那個圓形的升降舞台 然後呢歌手會從地下室升上來 然後噴乾冰這樣 然後再往上升 好厲害 看他們那種秀真的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會去追的 那現在真的可能有一點年紀的 我有追 我如果現在就覺得 好像我看誰的演唱會還會感動 就是五月天 而且看五月天的演唱會要小心會被嫌棄 因為他其實就像是某一種信仰 就是他前奏一下 旁邊的人都站起來 然後我們就說要幹嘛這樣 然後旁邊的人都已經知道打開手機 要跟著搖晃燈光了 然後他們會拿彩色 譬如說你拿黃色 你這邊全部拿黃色的板那個 然後我們就動作慢了嘛 就被人家這樣 嫌棄耶被人家 真的 真的 就像我前幾天才去聽 我想怎麼所有人拿板子起來了 就譬如說有黃色的紅色 那妳有沒有被人家 我沒有 因為我在這邊是不用拿板子的這樣子 可是那幾天就 我說這怎麼回事 整場拿板子耶 我只是開燈光慢一點而已 就被人家嫌棄耶 然後趕快這樣子 要跟上這樣子 很厲害 但是五月天的演唱會真的就是 會還是會 雖然有時候他們在台上講那個 他們臉笑會太好笑了 對 臉笑會太好笑 你覺得好想他們就是有一個 就是他們就是臉笑會多一點點 他們好適合當主持 對 我就在想說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在慢慢轉型 要當破口秀的主持人 太可愛了 對 太可愛了 真的 我的話喔 我小時候 就是追的真的就是比較 譬如說金睿瑤啊 那時候我都會去那個 那個萬年 萬年就是有冰宮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其實樓上是冰宮 但他三樓跟四樓是賣很多那種 譬如說日本的東西 包括譬如說OK棒麵子 然後他會賣很多小卡 就是金睿瑤的啊 色獅子隊啊 少年的林慧平啊 忠田聖子 然後我真的都會去買他們的那些卡 然後自己珍藏 然後桌上的就是 一個是本木雅虹的 一個是珍田廣之的海報 就放在桌上的那個玻璃碟箱 所以念書念一念 快要睡著的時候 就看一下就提神一下 對 就這樣 對 很開心 你那時候放我的你也會提神 看就是什麼 對 我有一個是真的瘋狂 是這幾年去完成的 我去追小田合正 下午要約間接小田店 不是 小田合正的演唱會 那個真的很難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實名字 買他們的演唱會是實名字 所以我要透過我日本有人馬 然後我們去聽他的演唱會 那時候 2018吧 他已經70歲了 不過我曾經做過一件很蠢的事 我現在覺得很丟臉 就我們高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好喜歡菲英三叔 還有那個烏企賢 那到時候 其實菲英三叔 因為那姿子這種時候很紅 然後烏企賢就還好 但是我們超喜歡那個歌 所以我們就寫信 到他的唱片公司說 我們認真的建議烏企賢改名字 因為你歌很好聽 但你人不紅 為什麼 因為你的名字選錯了 就知道我們那時候 居然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有一次節目的時候 我就剛好就是找了一些朋友 高中朋友 我們就說我們那時候 曾經做過的事情 就是我跟烏企賢想說 我們就跟烏企賢說 你要改名字 你看你歌很好聽 但人不紅 然後烏企賢從後面出現 我就整個快跪下來 我就媽 對 我是沒有 因為只要家人能夠聚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一個聚會 不會特別去挑剔什麼 所以我們家有一些過年一定會吃的東西 吃到我媽媽的炒米粉 對 我媽媽的炒米粉非常好吃 看似簡單 但是其實是相當難的 對 然後其實我在吃炒米粉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吃他的炒米粉 就覺得怎麼會那麼好吃 可是當有一次我女兒跟我搶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那次其實還滿感動 就是哇 這是傳承的味道 就是我女兒會跟我搶米粉 就是她也很喜歡阿嬤 所以她有一次跟阿嬤說 阿嬤我要吃著炒米粉 我媽媽其實腳沒有太方便 阿嬤會很高興說 阿嬤會很高興說 好好好 阿嬤擦好你 所以我覺得其實 反而那個味道會讓我們有一種 全部家人聚在一起的感覺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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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比較建議 吃飽比較冷 我覺得 真的就是 自己每次吃要有一點節制 如果今天想吃的 她就做不到 下麵 如果妳想吃得很爽 妳要想說後面那幾餐 不然就是妳要稍微分 我們都想明天再煎火 不是 妳要分上半場跟下半場 什麼意思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 我們都會吃很快 對 不知不覺 我們的那個視覺 認為我們很餓 其實我們塞太多東西 已經爆了 對 塞太多 所以如果你分上半場跟下半場 就吃一吃 妳稍微再去滑一下手機 或者是去做什麼事情再來 妳覺得 我已經飽了 妳就不會再吃那麼多 可是我覺得會更厲害 是因為她很多菜都自己做 所以她有時候會 破他老婆煮的料理 我覺得她們都吃圓形食物 對 就像有吃她不知道是 難怪是什麼菜 她就弄了一個火鍋 她老婆超味道 超漂亮的 然後就覺得光那一鍋 應該就飽了 可是其實全部都是蔬菜 當然有肉 可是就是吃得很精緻的那一種 我跟妳講 子女用金錢表現出孝順 要量力而為 我在這邊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像我呢 我都妳剛說會習慣包個六萬 六六大順便包一個六萬 然後為什麼要包這個數字 因為老人家拿到紅包 推老半天說不要 可是後來給她們 她們確定收的時候 她們通常都是轉身 抽錢出來 1&2&3 這個是她的樂趣 她在享受這個樂趣的時候 妳要去折磨她 為什麼 妳要用眼睛餘光 因為她在算錢的時候 她後腦這邊眼睛會自己把看 她會有防備心 所以她在算的時候 妳要假裝不看她 但眼睛餘光要沒有 她算到一半的時候 妳要突然叫她媽媽 然後她就 這樣 因為在算錢的時候 膽子會比較小 然後就開始跟她拉 算錢的時候膽子比較小 這太可愛了 然後妳要跟她拉別的 拉一拉之後 不好意思妳在算錢 對啊妳就用風給我叫 然後算到哪裡也不去 然後她就又會再重串 妳就這樣折磨她幾次 她的記憶就是說 我拿回去多幽默 我很多錢 我一直在吐 數不完 對 好 那如果妳真的只能包給爸爸媽媽 六千塊 麻煩到7月11去換一百 效果是一樣 效果是一樣 也是要在那邊吞老半天 會不會換一塊更好 這個就不行 一定要紙鈔 她喜歡這種聲音 對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孝不孝順 然後一定要記得叫她 嚇她 對 然後這樣 然後她又重算 妳給她折騰個三四次 她就覺得很多 她就會打妳 她就會打妳 太可愛了 她就會打妳 我啊 我還好 因為其實以前我們爸爸 爸爸包的就是三萬六 所以我們就是跟著爸爸這樣子包三萬六 但其實我們包 我媽媽其實有都最後會退給我們 她的方法就是 比如說小朋友生日 她就沒人包個多少錢 就最後其實我們都會賺回來這樣子 對 但是就是我覺得紅包還是要給 因為真的就是一個媽媽收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爸爸給的時候 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大少數都很累 所以她收到那個紅包 笑到何不容紋嘴這樣子 然後就會放在那個土丁桃 然後就看厚厚的一大堆 因為就爸爸給 然後小孩也都厚厚一大堆 然後就那幾天就心情很好 妳們家的人真的很好 我們家要是放在那邊隔夜就不見了 我會跟喜明講說我先拿槽 先保管在我這裡 我應該是A 因為我很想要B 可是我覺得我回去會後悔 所以我就是A 而且A一定要跟我相知辦 因為跟我相知辦就會靠近 我手又那麼短 你要靠更近 基本上我對D是都有好感 因為D罩杯對我來講是比較好的 但我會選擇V啦 對我覺得放在心裡面就好 其實我其實有一次在美國 我覺得我是有芋頭流溫的 你真的還假的啦 但是我講這個就沒有人會相信 而且我覺得好像你要提出某個證據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心裡面覺得那個人就是 那你有做什麼事情嗎 我就看著他然後 我就跟他舉個弓這樣 然後他怎樣 沒有他就一直走啊 因為他這樣一面走過來 我就這樣好像是 他應該就是 對他應該就是 然後我舉個弓這樣 你沒事跟他舉個弓 你不是讓他走瘦嗎 但是我覺得我有看過了 了解 而且是隔那麼久 你現在對年輕的小朋友講 留恩真的可能大了 了解 但他在我心目當中就是 他是大巨星 對 大巨星 他是大巨星 超級巨星 對 A跟B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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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